好了啦,我是萨比 25后感觉时间过得特别快 一晃眼,父母都到了退休的年纪 这几年一直忙于奔跑 连退休这么重大的人生关口 也没能问问他们的心情 想想实在内疚 不过真要问也不懂要怎么开口 所以这段时间 我找了几部和退休有关的电影来看 今天要讲的是一部情绪特别细腻的电影 《天伦之旅》 弗兰克退休后也没让自己闲下来 他很用心地打扫了家里的每个角落 捡了树枝除了草 甚至还给泳池充气,灌上了水 只是这泳池的型号实在有点小了 超市里的麦肉大叔和他熟 问他是不是怀念以前工作的日子 怀念老同事们和休息师讲的笑话 弗兰克只能承认 说不怀念那肯定是假的 弗兰克今天要买些好肉回去 打折的还不要 因为他家周末要开派对 四个孩子约好了 要从全国各地飞回来看他 别提多神气了 不仅是好肉 为了给孩子们惊喜 弗兰克还让售户员帮忙 挑了货架上最好的葡萄酒 甚至还买了个新的烤炉回去 连上门送货的工人进了家里 都忍不住夸派对整挺好 足以看得出弗兰克有多用心了 趁在兴头上 弗兰克自己装起了炉子 一装就装到了天黑 没想到孩子们接连打来电话 说实在太忙 这次就没办法回来了 像一桶冷水浇在了头上 弗兰克没说什么 毕竟孩子们都长大了 各有各的理由 只是可惜了那些好肉 弗兰克只能自己默默烤了来吃 一觉醒来 弗兰克还是觉得心里不是滋味 他决定自己出发 去找孩子们给他们个惊喜 家庭医生告诉弗兰克 最好不要出远门 弗兰克身体不好 因为工作原因 他的胃纤维化了 这种情况下坐飞机是很危险的 医生和弗兰克都是认识了几十年的关系 彼此知根知底 也都同样经历了丧偶之痛 弗兰克的妻子珍妮去世八个月了 医生明白他现在的状态 情绪虽然缓了过去 但总有些事还没能放下 比如医生自己 经常会在家里自言自语半天 才想起来妻子已经走了好久 他给弗兰克的建议是 别想太多 也别到处跑 多花点时间在园艺上就对了 弗兰克嘴上答应着 回家就把行李收拾好了 边收拾还边骗着珍妮 医生说完全没事 带好药就行 这次他还要把相机带上 照很多照片回来 讲了半天才想起 自己居然对空气编起了理由 他原来还以为自己没这种情况呢 看来医生说的对 这趟旅程对弗兰克来说 还是很特殊的 他大半生都在镇子上过了 一直没什么机会出远门 心情激动 话就多了点 他忍不住搭讪起临坐的女孩 让女孩观察窗外 猜猜她的工作是什么 女孩有些尴尬 但出于礼貌 还是猜了几次 可每次弗兰克都说不对 实在让她没耐心了 弗兰克才说 看那高低起伏的电线 她的工作是给电线包防护外皮的 以前厉害的时候 她一星期能包一千米 女孩只能回答厉害 不知道说什么好 弗兰克自己在那感叹 想想这些电线里发生的事 不管好消息还是坏消息 都在里面传播 真是神奇啊 说完又拿出孩子们的照片 四个孩子个个都很有出息 他至少包了几万米长的电线 才把孩子们送到了今天的位置 一路上这样的对话 发生了很多次 弗兰克见人就说 一直说到晚上终于说不动了 他也到了纽约 这是他的第一个目的地 大儿子大卫的地方 不巧的是大卫不在家 弗兰克在门外等着 睡着了几次 还没见到儿子回来 不过 他倒是在附近的画廊里 看到了大卫的画正在出售 这让弗兰克想起了 大卫小时候的对话 大卫说 长大了想当油漆匠 因为自己喜欢画画 那时弗兰克非常严肃地教育他 油漆匠是在墙上画画的 那是狗撒尿的地方 要做就做个艺术家 艺术才能改变人们的生活 时间一晃数十年 大卫真的成了艺术家 弗兰克恍惚间 想起的居然还是大卫儿时的模样 不禁感慨万分 夜已深 弗兰克找了家通宵营业的小餐馆 打算第二天一早再去找大卫 没想到餐馆里 三两闲坐着几位老人家 弗兰克想和旁人说说话 对方居然是个90多岁的老先生 话都听不清了 却还不忘炫耀自己儿孙满堂 只是他们都太忙了 连和自己说话的时间都没有 弗兰克喝了口咖啡没搭话 可能是想起了白天 自己好像也说过这类似的话 天亮后 弗兰克发现大卫还没回来 他本来准备好了封信 只能给大卫塞门缝里了 弗兰克的第二站是芝加哥 那是他大女儿艾米的家 艾米从事广告行业 是一家知名广告公司的合伙人 所以条件很好 家也特别大 这还是他第一次来呢 外孙杰克给弗兰克开了门 熟练地把行李箱的拉杆 找出来拖在地上 弗兰克这才知道 原来自己根本不用一路提过来 艾米原来在院子里 愁眉苦脸打着电话 看到弗兰克后一路小跑 在弗兰克眼里 女儿还是小时候的模样 一转眼就长大了 对于弗兰克的突然到访 艾米很明显是惊吓大于惊喜 他让杰克陪外公去打高尔夫球 自己又躲进了房间里 打起了电话 杰克高尔夫球打得还不错 倒是弗兰克 三栋都打进了旁边的树林里 找球的时候 弗兰克问杰克 成绩是不是挺好 弗兰克说并不是 这不对啊 因为弗兰克每次问起 艾米都回答名列前茅 晚上到了饭店 艾米的老公杰夫下班回来 脚步匆忙 还打翻了打包回来的中餐 看起来特别浪费 这还不是最乖的 晚上吃饭的时候 艾米让杰克给他爸爸 递下辣椒酱 杰克前一秒还在笑 弗兰克不会用筷子 下一秒脸立马黑下来 还说他爸爸想要就自己拿 气氛变得尴尬了起来 弗兰克还想说 留下来和他们住两天 然后再去看二儿子 萝卜 艾米马上借口说不巧 他们家这周实在太忙 姐夫明天要出差 自己还有个大广告案要操心 连杰克也要参加 学校的外地旅行 大家都没空 弗兰克只能说好吧 能和他们见上一面 也很不错了 第二天一早 弗兰克拿出相机 给大家拍了合照 由艾米负责把他送去车站 车上只有妇女俩 弗兰克就直接开口问了 家里到底出了什么事 艾米就说真的没什么 他们俩父子本来就经常吵架 从小开始 他们这几个孩子 对弗兰克都是报喜不报忧 对妈妈珍妮却是无话不说 现在珍妮不在 弗兰克希望 大家对她可以诚实一点 但问题是 老习惯也不是说改就能改的 离出发还有点时间 刚好艾米有工作要处理 就把弗兰克带去了公司 女儿出人头地 最开心的当然是爸爸 弗兰克让艾米在楼梯上站好 她要拍出女儿成功的模样 早高峰时间 大家都忙着上班 弗兰克要拍照 所有人不得不停下来等她 艾米很尴尬 却又不好说什么 只有弗兰克一个人 兴奋不自知 艾米说忙 其实并没有撒谎 这次案子的目标人群 是蓝领中产阶层 刚好就是弗兰克这样的人 于是他们决定 给弗兰克演示一遍 看看效果 这是给金融机构做的广告 主角是一条会说话的鱼 弗兰克听得哈哈大笑 觉得让鱼说话 是个有趣的创意 很容易让人get到广告的意思 团队都夸艾米工作能力强 这让父女俩都很开心 事情办完 两人来到了车站 弗兰克告诉艾米 刚才看她打电话时满脸笑意 这两天头一次见她那么开心 是因为广告让顾客满意吗 艾米反应过来后说 是的 向她致敬 弗兰克被逗得哈哈笑 这是旁边来了个人和艾米搭话 艾米介绍 这是他们公司的创意总监 还特意让她坐下来 和弗兰克聊了两句 终于到了分别的时候 弗兰克把亲手写的信交给了艾米 嘱咐她过后再打开 走前还问了句 你快乐吗 艾米犹豫了一下才回答 下一个要拜访的是小儿子罗伯 罗伯在丹佛的交响乐团工作 距离芝加哥又是15个小时的车程 这一次她倒没有横改 坐了大巴又换成了火车 一路欣赏着沿途的风景过去的 弗兰克来到剧院时 乐团正在排练 助理确认过影响不大 决定把弗兰克直接带进去 自从上次外孙告诉他 箱子有轮后 弗兰克去哪都拉着 根本想不到 自己制造的噪音会影响乐团排练 扫尸了一圈 弗兰克终于看到了罗伯在角落 一边敲鼓 一边尴尬地笑着 罗伯直接放下鼓锤跑了过来 弗兰克看着他 又想起了小时候的样子 不过有个疑问 弗兰克一直以为 罗伯干的是乐团指挥 罗伯有点小尴尬 只能说今天不是 现在还得回去排练 他晚点再解释 弗兰克就更想不通了 排练中 罗伯直接从舞台下来 还没人发现 他的工作到底是有多不重要 排练结束后 父子俩终于可以好好说声话了 罗伯想和弗兰克解释 他从没说过自己是指挥家 他是搞打击乐的 能跟着乐团边旅行边赚钱 压力又不大 他很享受这样的生活 弗兰克还觉得可惜 珍妮明明就告诉过他 罗伯混得不错 又年轻又有才华 前途无量 就这样躺平 是不是有点浪费 之前所有的教育了 罗伯戏谑地问 是不是又再算浪费了几根电话线 他自己不觉得有什么 真正失望的是弗兰克吧 现在自己偶尔也做取 有空也会练习指挥 问题是 没人愿意雇他去指挥 现实很残酷的 弗兰克还想劝说 现在不晚 自己还能支持罗伯回去 继续学习什么的 罗伯摇了摇头 事情不是这么简单 有机会的话他早做了 到了现在 他甚至不确定 自己还想不想指挥了 或许当初只是为了弗兰克 才做的这个职业选择吧 弗兰克听出了 罗伯语气中的埋怨 还想说这两天 好好陪陪儿子 化解一下误会 罗伯却说 乐团今晚要飞欧洲 现在马上要回家打包行李 就不能再陪弗兰克了 罗伯来到后像想抽根烟 弗兰克希望他别抽 罗伯还以为 弗兰克还把自己当小孩 要管着自己 想了想他把烟掐了 现在不抽也可以 但成年人有压力抽根烟不正常吗 弗兰克以前一天还抽几包呢 其实弗兰克并不是想管着罗伯 只是因为自己肺不好 不能闻着烟的味道 看罗伯越讲越委屈 甚至连自己 从没让老爸感到自豪过 这种话都说了出来 弗兰克知道 自己不该再讲什么了 老子服了软 儿子顺着台阶也就下了 顺手把烟扔到一旁 说要证明自己能把烟戒掉 两人笑着互相道了歉 平时男的见面一见面就吵 确实不好 罗伯忽然叫住了经过的乐团指挥 向他介绍弗兰克 看得出 罗伯其实还是很喜欢弗兰克这个爸爸的 又到了分别的时候 按照惯例 弗兰克关心了一下儿子的大事 罗伯说 前段时间还谈着 但女方说考虑结婚成家要小孩时 他就决定分手了 因为这份工作要到处走 安定不下来 现在他的目光放在了乐团内部 美女还是挺多的 看到罗伯有自己的想法 弗兰克也就不多说了 最后他问罗伯 快不快乐 罗伯回答得倒很爽快 天天敲大鼓还有钱拿 当然快乐 推开门前 弗兰克回身望了一眼 仿佛看到了罗伯小时候 恋恋不舍的样子 这就足够了 罗伯一路偷偷跟着弗兰克到了车站 其实他们乐团不去欧洲 甚至他这两天都不用上班 他也很想和弗兰克待在一起 但实在不知要说什么 该怎么开口 毕竟这么多年来 他只和妈妈沟通 有太多事 爸爸没跟上了 罗伯给小妹妹罗西打了电话 说弗兰克问起了大卫 其实大卫最近在墨西哥惹了麻烦 孩子们早就知道了 这也是这几天 他们总把弗兰克赶来赶去的原因 在没弄明白大卫发生什么事前 他们不打算让弗兰克担心太多 但弗兰克哪能不担心 路上他给大卫的公寓 打了好几次电话都无人接听 他不知道的是 公寓内部其实早已搬空了 罗西住在拉斯维加斯 从丹佛到堵城 又是十几个小时的车程 弗兰克换成的是夜间巴士 却没想到自己跨了几个时区 手表早就挑乱了 所以错过了最后一班巴士 好在有乘务员提醒 让他去旁边的卡车司机餐厅 他能不能搭个便车 最后弗兰克遇上了好心司机 对方居然还是个年纪相仿的熟龄美女 两人相谈甚欢 更巧的是 大家都在一年前丧了欧 司机有事也悔恨 有那么多迹象 告诉他丈夫身体不好 自己怎么就忽略了呢 看来大家都喜欢简单的生活 没人想心里难受吧 这话说进了弗兰克心坎里 确实没人想受伤 很多珍妮以前尝试告诉他的话 自己也没仔细听 卡车只能顺路送一段 司机问要不要在旁边开个小旅馆 弗兰克眼睛转了几圈 以为是那个意思 最后弗兰克还是决定了 换乘深夜火车 路上他遇到个倒在地上的年轻人 可能是这人让他想起了大胃 弗兰克决定给钱让他去买点吃的 没想到年轻人不仅不感恩 还打算把弗兰克所有钱都抢走 可弗兰克只是退了休 又不是真的老了 小年轻打不过弗兰克 弗兰克的药瓶却滚在了他脚下 为了报复 他踩碎了药瓶 头也不回地跑了 弗兰克追不上 只能一点一点把粉末捡起来 放进外套口袋里 遇上这种事 弗兰克下意识给家里拨通电话 听到达陆基里珍妮的留言 他才想起妻子早就不在了 习惯真的很难改 第二天一早 弗兰克给医生打电话 扁了个借口说 自己不小心打翻了药 看能不能远程拿到药方 医生说方子开好 给他放前台 弗兰克又不好说什么了 毕竟他答应了医生不出远门 走出车站就看到了罗西 罗西还和小时候一样 笑得非常甜美 罗西事务团05 看样子混得真不错 还租了辆家常轿车来接弗兰克 住着面积很大的高级公寓 甚至给弗兰克睡的客房都高级的不行 弗兰克一路上乐呵呵的 除了少了个男人 他觉得一切都很完美 这时门铃响起 原来是朋友过来 想把小宝宝托付罗西照顾一晚上 这可为难了 罗西还在高级旋转餐厅 给弗兰克订了晚餐呢 倒是弗兰克大方说无所谓 自己也很喜欢小宝宝 弗兰克和小宝宝玩得很开心 罗西在旁边看着止不住的笑 晚上电话响了 罗西正忙着给宝宝洗澡 让弗兰克不用管就好 只是他没想到 电话跳进了录音 有个男人给他留言 说要提前把公寓要回来 刚好被弗兰克给听到了 晚饭的时候 弗兰克多问了一句 房子是买下来的吗 弗兰克承认是租的 不过价倾很低 弗兰克充分意识到 这些孩子早就习惯了报喜不报忧 他继续待下去也是增加麻烦 于是决定明天一早就坐飞机回去 当然 要吃完了也是另一个原因 晚餐吃的是意面 罗西吃意面的样子 总让弗兰克想起他小时候 这姿势还是他妈妈教的呢 葬礼已经过去了八个月 罗西偶尔还是会 下意识打家里电话 拨通才想起妈妈不在了 弗兰克半调侃半抱怨地说 以前他们每次打回来都只有一句 爸 妈在吗 现在有什么也可以和他说的 罗西说这也不怪他们 妈妈善于倾听 而弗兰克总是担心过头 怕孩子们做不好事 所以一直对他们很严厉 这点估计大卫体会最深 说到这 弗兰克微微低头没有反驳 应该是想起 自己确实对大卫是最苛刻的 他安慰自己 现在一切都好了 大卫成了艺术家 罗西也有了一番成就 都熬过来了 第二天 罗西把弗兰克送上了飞机 艾米在墨西哥 终于查清了大卫的情况 大卫在酒吧买了些禁药 刚好遇上警察突击 大卫一着急就把药给吞了 被送进医院紧急抢救 不过现在他还没看到人 三姐弟其实特别担心大卫 无心工作 更没能打起精神来陪弗兰克 再看弗兰克起飞后 他就有些坐立不安 毕竟医生警告过 他的病绝对不适合坐飞机 不知是雷暴天气 还是没事要的原因 弗兰克躲进厕所 感觉自己有些喘不过气来 就在空姐发现的前一刻 弗兰克晕了过去 她梦到自己回了家 在院子里吃饭 孩子们都还小 而天边一朵黑云正在靠近 饭桌上弗兰克决定摊牌了 孩子们明明都过得不好 都是自己的孩子 有什么能瞒得住他这个爸爸 先说艾米 杰弗早就不在家住了 不然为什么过夜不换衣服 艾米只能承认 丈夫有了外遇 所以杰克才不理他 而车站见到的那个男人 汤姆是艾米的新恋人 为了和弗兰克打声招呼 汤姆一直在车站等了好久 怕的就是弗兰克身体有什么问题 他们连见面的机会都没有 然后是罗伯 乐团根本没有演出计划 海报贴的全程都是 他只是不想和弗兰克待在一起 而罗西就更明显了 他过得不好 车子和房子都是借的 也没有什么演出机会 只能在餐厅做服务员 那个小婴儿就是他的孩子 而且妈妈也知道这件事 罗西只能承认 他们本来想告诉弗兰克的 但妈妈病情恶化得很快就错过了 最重要是 他不知道自己喜欢男孩还是女孩 最后是大卫 现在人在哪 什么时候才能见到他 可大卫只说没法讲 然后一个劲地傻笑 弗兰克一看就火大 还说这就是自己对他严厉的原因 不懂得什么是尊重 生完气后弗兰克很担心 他觉得自己要走了 不知该怎么和他们的妈妈交代 罗伯让他当做什么都没发生 就像妈妈一直做的那样 黑云终于飘了过来 倾盆大雨 孩子们跑进屋前告诉弗兰克 说点妈妈喜欢听的 说他们一切都好 最后弗兰克还是被抢救了过来 这一次孩子们都来了 只是没见大卫 在弗兰克再三逼问下 孩子们才说 弗兰克是心脏病发 而大卫的问题更复杂一点 自妈妈去世后 大卫过得很不好 因为药物过量在墨西哥去世了 弗兰克一下被击垮了 刚从鬼门关回来 又被通知儿子的死讯 几十岁人了 却像个无助的孩子般 痴声痛哭 虽然很难受 但他需要知道真相 晚上弗兰克做了个梦 梦到小大卫在他床头 说自己让他失望了 说自己想过 长大后要做什么 可能还想要画画 但做个普通的油漆匠也不错啊 弗兰克也道了歉 其实不管孩子做什么 他都会感到骄傲 只是他表达的方式错了 弗兰克终于康复了 回到家后 他代收了大卫在纽约公寓的信件 里面就有他写给大卫的信 其实里面东西不多 就是一张合照还有纸条 问他回不回来过圣诞 弗兰克来到幕前 和珍妮说起心里话 这次旅程 他也不确定领悟了什么 但如果一切能重来 他可能会少操心点 不会再忽略珍妮的话 但也有好消息 就像珍妮以前 一直告诉他的好消息 孩子们要回来过节了 希望大卫 也能在那头陪珍妮过节吧 那件事过后 弗兰克又回了纽约 想买走画廊里大卫的话 店员认出了弗兰克的姓氏 原来他认识大卫 大卫的话虽然不卖座 但他一直觉得 大卫是个不跟随大流 有自己想法的画家 店员拿出了一幅 大卫珍藏的话 其他人可能看不懂 但弗兰克一下就泪目了 上面画着的是 蜿蜒交错的电线 圣诞节到了 孩子们也回来了 他们不仅自己回来 还把爱人们也都带了回来 看着一家其乐融融 弗兰克终于明白 孩子们已经长大了 昨天他们还能钻进 儿童泳池里 今天他们都已经在世界里 闯荡出了一席之地 所以他知道 怎么向珍妮交代了 实话实说 一切都很好 这是一部我不愿删减来讲的电影 它没有一个夺人眼球的故事 但里面的种种细节 却深深打动了我 比如电线 影片直接提起电线这个词 只有两场戏 可它却蕴含了整个故事 最深沉 也最浓厚的感情 不知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所有的转场空镜 看似拍的是风景 其实都是电线 弗兰克这一生 和电线紧紧缠绕在了一起 他只是个小人物 在小镇里缠了一辈子电线 没见过失眠 进趟城还出了很多洋相 但它又是伟大的 它缠的电线 延伸到了大江大河 人难去到的地方 它的电线去到了 最重要是 它用几百万条电线 把孩子送到了今天的位置 其他孩子可能不懂 罗伯甚至还开启了电线的玩笑 但大卫知道这份情谊 他把这份情画在了画上 理解是对弗兰克最大的慰藉 和大卫一样 妈妈珍妮也是没有出场的角色 但她的影响却无处不在 妈妈是孩子和父亲沟通的桥梁 既让孩子感受到了安全 可以畅所欲言 也给了丈夫稳定 让他在外安心打拼 其实 这不就是倾听和抱喜不抱忧的意思吗 故事的结尾 弗兰克和珍妮的角色兑换 成了孩子和母亲沟通的桥梁 才终于明白了珍妮的良苦用心 什么时候 孩子愿意对自己说真心话呢 就是弗兰克学会倾听 学会放手 学会对妻子抱喜不抱忧 学会说一切都很好的时候 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的话 记得按赞和关注我们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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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